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前去查看玄碑的死因 在一所古寺之内 段正纯仔细查看了墙壁上的痕迹 回头对段正明说道 看着印记正是大维陀楚的掌力击打所致 看来杀人者的确会这种武功 可放眼天下除了玄碑大师之外 还没听说过其他人懂得维陀楚 难道真的是难慕容所为吗 段正明不答 却冷冷地对着屋顶说道 何方高人 请献身吧 他话音一落 果然从屋顶跃下一名白衣公子 这人面容俊朗 身材挺拔 举手投足之间 军有一种高贵之气 就听他抱拳说道 在下慕容父 来此只是为了查清玄碑大师被杀之事 不想与三位前辈相遇 段正纯道 慕容公子一表人才 果真是人中荣凤 可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 玄碑大师不是你杀的呢 慕容父沉默不答 显然是并无有力证据 段正明走上前一步道 公子不如暂且在大理 小住几日 然后我们一起前往少林 与少林方丈说明此事 你看可好 慕容父变色道 你们想考虑我 这件事我慕容父自会调查清楚 何必与你等通往 说罢转身就向外走去 黄梅森见状一挥袍袖 进风到处 早已合上大门 慕容父叫了声好 内息从丹田孕育而出 分向对面三人击去 他本想趁着对方化解知识 自己开门而去 可没想到 对面三人各身处一指 他刚刚打出的弃弦 瞬间被指离冲碎 这三人的一仰指和金刚指厚尽 连绵不绝 一把慕容父裹在中央 过了不到半炷香时间 慕容父已经频繁遇险 就在他即将受伤之时 呼听的一声聚合 三位请助手 就见从顶棚处飞下一人 此人刚一落地 即刻就是一掌拍出 听中顿时飞沙走时 地板均被掌力带起 向三人冲来 段正明本人就觉得 有一股失虐的气流 咆哮着冲到眼前 单凭直立 根本无法抗衡 三人连忙后退 可那刚猛无比的掌力 到达身前二尺处 却突然消失了 出掌之人 内功之身后 算度之精确 实施到了可谓可不之境 段正明一招之下 已经知道对面之人的武功 高出几方三人很多 今日既然有这等人物出手 再想留住慕容父 亦不可能 三人挺身站立 眼界内人带着慕容父 离开了寺院 在一所路边酒店内 乔峰与慕容父 正对以交谈 慕容父拱手说道 今日多亏乔帮主出手相助 在下感激不尽 不知乔帮主 为何来到大理呢 乔峰打 我也是为了追查 玄碑大师的死因而来 我之所以救你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凶手 不容父亲道 乔兄是如何得知 乔峰笑道 因为你就是李延宗 刚刚剧斗之时 你所用的武功就是当日 在应酬剑和我队长时 所用的斗转星移 玄碑到达大理之时 你我正在应酬剑剧斗 你怎么能分身前来杀人呢 慕容父大喜道 多谢乔帮主 可以帮我洗掉冤屈 可乔峰突然变色道 可你身为汉人 却投入一品糖 成为西夏人的鹰犬 请问这是为何 慕容父正色道 在下早知一品糖 欲对我大送不利 于是乔庄改办后 取得贺连元帅的信任 目的是为了打探西夏军情 日前一品糖大举南下的信息 就是我冒死所送 乔峰思索片刻后大喜道 慕容兄果然身名大义 你我今日定要以罪方休 明日我陪你同去少林 向方丈讲明事情的缘由 南慕容北乔峰 耳人惺惺详细 正在唱语 忽然一名丐帮弟子 慌慌张张来到乔峰面前 耳语道 马富帮主在家中遇害了 还请帮主前去主持大局 乔峰这一惊可非同小可 他立刻站起向慕容复告辞 并说道 我这里有重要事情需要处理 少林之约 暂且拖后几日如何 慕容复微微一笑 与乔峰嬉戏作别 到了晚间 段正纯忽想起干宝宝 在万节谷必定寂寞 耳挖掘的那条地道还没填土 正好可以通过密道和宝宝相会 于是他偷偷钻了进去 另一边 南海恶神总觉得 拜段玉为师比较吃亏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准备让云忠贺和钟灵成亲 这样段玉就成了自己兄弟媳妇的哥哥 也就成了自己的弟弟 不管怎么说 辈分还是增长了不少 于是他抓了段玉 前往万节谷 万节谷干宝宝的房中 他和段正纯正搂在一处 互道相思之苦 忽听到丈夫钟万筹的声音传来 夫人 我听到你房中 有男子的说话声了 是不是该死的段正纯呢 段正纯生怕被抓到现行 连忙慌慌张张的 躲进了地道 就在这时房门打开 云忠贺 钟灵 钟万筹同时闯了进来 原来这云忠贺色性不改 自从见到钟灵后 就起了非分之想 钟灵被他追得一直跑到这里 他慌张之下 急忙打开地道入口 钻了进去 云忠贺怎肯放过 这个水灵灵的小姑娘 当下纵身而入 抓住钟灵的脚踝 钟万筹和干宝宝夫妇 怕女儿有失 也先后进入洞中 就在此时 依二娘 南海恶神和段玉 也进到房中 这两大恶人听到老四 在地道内乱喊 怕他出事 于是一前一后 跃了下去 段玉拉着依二娘的脚踝道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可拉不住这么多人呀 突然一股内息 从依二娘的脚踝 通过段玉拇指 哨伤学 静向他体内涌来 开始还犹如一股细流 可没过一会儿 就好似一条小河 鼓鼓流入 洞内这些人 全都惊恐万分 个个都感觉内力向外倾泻 可又无法抗衡 段玉吸了半嗓 就觉得体内到处都充斥着巨量内心 根本无法承纳得下 当下一挥手 说也奇怪 这一下 力量竟然大得出奇 地道中 一串男女 被他直接拉出 他软在地上直喘粗气 他却不知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这些人的内力 均被他吸走了一小半 钟万筹瞪着眼睛 寻视了半天 间屋内并无段正唇 可他明明感觉地洞中还有一名男子 于是他探入手臂 果然抓住一人 待到他将此人拉出后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最后一个上来的 竟然是黄梅大师 原来大师挂念日前和段延庆 对弈的那盘棋局 想看看自己到底是输在何处 于是独自前来 却听到钟灵在呼喊救命 他刚刚进入地洞 就看到钟灵等人 当下前却解救 可接触到钟灵的一刻 却也被段玉吸了内力 晚节骨的一场闹剧 却成全了段玉 他在一个晚上 吸了黄梅森 伊尔娘 南海恶神 云中鹤 中腕仇 肝宝宝 钟灵这七人的一小半内力 回到王府后 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内力的冲击 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不断膨胀 皮肤都快要炸开 可外人却丝毫看不出异样 段正明看后也不明所以 于是第二日 带领段玉前去天龙寺求助 天龙寺为大理正国宝寺 寺内高僧 有一多半均为皇族 义又退位之主再次休息 段正明虽然身为一国之君 可到了天龙寺 却以晚辈的身份 求见了本音方丈 本音乃禅宗大家 武学修为更是在正明之上 他为段玉把脉良久才说到 世子之病 乃内力过胜所致 可世子上来不会武功 却哪来的过胜内力呢 段正明摇头道 这正是晚辈不明之处 本音道 世子乃他日储君 时关重大 尼尔人随我到慕尼堂 段玉走在最后 待进入堂中 就见屋内坐着四人 其中三名老僧正对着门口 见方丈带人进来 均核实施理 还有一名老僧 背对中人 正在专注枯禅 于外界之事 犹弱不知 本音向段正明介绍道 这位就是枯荣师叔 在此勘禅已经三十年了 正明对枯荣大师的名字 倒是知晓 可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真言 于是恭恭敬敬 上前失礼 另外三名老僧 都是本次辈高僧 和段正明都很熟识 众人看了段玉的病情 经过商量后 决定以易阳指神功 打通段玉经脉 让他体内的内息宣泄出去 于是大理境内 本次辈最强四人 和段正明各自施展易阳指 分管段玉的奇经八脉 可五人的内气 刚刚进入段玉体内 就如泥牛入海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五人心有不甘 继续加大了力度 贯注进段玉体内的内息 越来越多 呼听一声娇和 段家世子 乃一后辈小儿 他屈居一命 能抵得住天龙寺百年生育吗 大战在即 你们的六脉神剑 可炼成了吗 施工的五人 心中一惊 均收了功法 本一方丈 拱手施礼道 施叔教会的事 他见段正明不知所云 于是回头对他说道 日前收到吐蕃国师 大雪山大伦民王 君摩治的手书 他不日将前来我寺 讨要六脉神剑剑谱 断正明一惊道 我倒是听说过这人 在吐蕃成为神僧 每隔五年 在大雪山开谈奖法 在西域备受尊崇 可他竟这般强横 来天龙寺 强行索取六脉剑谱 好生无理 本应却倒 如君摩治这般欺人 不学武功变霸 只要学了此道 必然是绝顶高手无疑 天龙寺百年生育 将遭受考验 欲知 揪魔智能以一己之力 挑了整个天龙寺吗 请看下集 揪魔智 绝技 傲视群僧 火焰刀 大战 六脉神剑 段正纯为人很不地道 他生性风流 和无数女人 结下情缘 只还勉强说得过去 但是他极不负责 在一起时 甜歌蜜姐 双方开心 只要分离 他立刻寻求其他刺激 才不管先前一个的死活 他口口声声说 对这个真心 对那个真情 其实这都是他惯用的说辞 说多了连自己都信了 说段正纯自私 最有力的证明 就是私会肝宝宝这一段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他考虑 就不应该再私会 对不对 人家已经拥有幸福的家庭了 好不好 你去找人家 能给他什么 估计只有给女方 带来痛苦和麻烦 然后自己趁机 再续千元 再提问一次 这个女人的温存 段正纯向来 嘴上说的好听 其实看透了 他就是为达私语 而不择手段的负心汉 只要跟他有过接触的女人 哪个有好下场了 哪个快乐过一年以上 一个都没有 这绝对不是偶然 他和天下所有负心汉一样 总是找各种借口和说辞 却从不想办法 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 为此做过多的付出 可大多数女人 就是喜欢听那些虚幻的谎言 在花钱月下的那一刻 他们强迫自己 相信段郎说的谎话 这又有什么法子呢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